台湾有高达九成的人吃过保健食品 但是普遍缺乏正确的使用观念 在杂志的调查当中啊 民众买保健食品 大多都是听朋友推荐 只有一成的人会认真的看上面表示 你知道吗 国人一年吃掉的保健食品 多到可以盖一栋101了 在台湾有七成以上的人买过保健食品 但是观念却都有待加强 来做一个小测验 如果保健食品开封后应该多久吃完呢 答案是三到六个月 不是普通认知的一年 再来再来 开封后里头的干燥剂应该如何处置呢 答案是应该是丢掉而不是保留下来 吃这瓶可以增加抵抗力 吃那瓶可以增加记忆力 常有人把具有特定疗效的健康食品 跟保健食品混淆了 健康食品是法律名词 必须通过卫生署健康食品认证的 才可以叫做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健康食品常常分不清楚 不过有调查还发现 民众不知道食物跟药物有交互作用 比如说吃牛奶跟抗生素会降低疗效 人参跟阿斯皮林一起吃可能引起出血 专家呼吁民众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 要多注意标签成分 千万不要只听信朋友推荐